连胜文中枪之后一直回避媒体 包括他出院 包括他的第一次换药都极其低调 当然也能够理解 因为没有人愿意让自己血肉模糊的狼狈样子公诸于世 不过这一次他的出面倒是很特别 他主动的通知了媒体 那么根据了解 主要是他是要反驳各界对于这个枪击案的质疑 特别是部分的绿营人士 几度传出了造假的说法 像前几天绿营名嘴郭正亮 还有游云龙在节目当中讽刺 说连胜文半夜偷溜出院 就是担心被拍到他的伤势不怎么样 这些谈话让连胜文极其愤怒 他扬言提高 也让他决定这该是一个出面的时刻了 连胜文拖着病体出面是最大的极限 遭到枪击还被质疑 让他决定站出来的关键 是这两位绿营名嘴 拍到的时候发现说 小卫大人说 怎么这么好事 甚至买上分就看不过 还是怎么 这些怕引起更大的社会的质疑 所以在半夜三更 就像柯文哲说的 流回去了 意思都是很 没看到本人照样揣测的活灵活现 脱鬼演出的游云龙 身份不只是名嘴而已 还是刘美政治学博士 大学教授 和另一位耶鲁博士 郭正亮在侵略媒体的政论节目上 直冲着连胜文而来 有多少人借着你的受伤 去夸张其词 你明知道他是谎言 事后你都不敢说 我只要说 我看不起你 你就是党国体制的共犯 连共犯说的出炉 确实激怒了连胜文 他出院后在家看电视 气得要命 不但被击到公开露脸 正名清白 还扬言提出告诉 我想针对某些政治人物 恶意的发言 我们会去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若有法律上的问题 那我们不排除 会采取法律的行动 对 我们会追究到底 连胜文已经请律师搜集证据 锁定两位绿营教授 及名嘴的言论 不排除大家法庭界 薛西文综合报导